公式先剪下來好了 剪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你要分階段 有時候一次沒辦法做完 其實我建議你可以分好幾個 比如說第一次 第二個再邏輯 再邏輯 沒關係 你一直再很多個邏輯 也沒關係 然後插入函數的時候 你可以用那個所謂的 邏輯函數裡面的一幅 那我們把這個公式貼上去 那特別注意 應該是更正一下 把這個再剪下 判斷什麼呢 判斷性別 如果等於 假設說他是女生的話 那就我剛剛講 就是在乘上百分之一百零五 或者是乘上一點零五也可以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我可以把它做這邊 輸入一個女 判斷他是不是女生 那反之的話就男生 那這個地方 我就把這個最後的公式 標準體重怎麼樣 再乘上多少 一點零五 也就是說呢 多百分之五 那反之的話是男生 在乘上1.1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女生多5% 男生多10% 就是他的標準體重 OK 好了 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 那就可以算出他應該有的標準 男生的話是70 那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 50 假設說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他這個兩個 所以當然你還可以再去統計說 他的體重 比如說你是一個健身中心好了 那他是否過胖 是否過胖 那當然你可以多個欄位 那當然裡面資料很多的話 可不可以自動全部做出來 那可以啦 我想你自己再去把它做個比對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身高180的話是78 那假如說 換一下 假設我今天 我假設身高是這樣子 那我的標準體重應該是多少呢 74 那你可以再想想看 你的標準體重 跟你現在的體重比起來 有沒有過胖 如果有過胖的話 可能要多多運動了 OK 好 那這裡的話呢 這個是第一階段 就是說 我們如何把這個標準體重算出來 那大家記得 這個可能需要一個四舍五路 到整數 並且判斷男女 這應該沒問題吧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重點不在這裡 這有點複習 請你把它改成VBA 那VBA意思就是說 我將來呢 是希望一鍵完成 直接幫我把這邊全部做完 當然這個應該有印象 這前面我們做蠻多的 按下這個標準體重之後 它可以一鍵幫你做到尾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的 還有第二種方法 就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希望呢 我看一下這邊 我這邊是使用者制定 這件事情已經做好了 有一個標準體重函數 那因為你剛剛做那麼多事情 其實最好是做簡單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流程簡化 就是自己創造一個什麼 制定函數 可以給一個身高 給一個身高 它會給一個標準體重 幫你返還回來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其他的延伸性的這部分 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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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